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阅读人 欢迎来到十分阅读人,阅读十分钟 让我们跨界阅读,处类旁通 好,那今天我们要介绍哪些书呢? 我们要介绍第一本书,书名叫做 《告别玻璃心的家长强心针》 好,这本书的作者呢 他本身是一个社公司,也是一个心理治疗师 他叫艾美莫林 他自己在前一本书写的叫做 《告别玻璃心的十三件事》 大家写完之后 收到很多回馈,以及很多回信 发现很多人是父母来提问孩子的问题 所以也因此他这一次写了一本 专门给父母的书 叫做《告别玻璃心的家长强心针》 他告诉你的事 心智就像肌肉一样,需要锻炼 尤其是父母的心智 当父母的心智强健 那么孩子就会跟着一起健康 所以他提到有十三个不要做的事情 这十三个不要做,要给家长提醒 我试着栽入其中的六个 而另外七个呢 有待你自己买书来读一读 第一个呢,要跟大家聊叫做 不要被内疚绑架 不要被内疚绑架 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有些爸妈 其实工作非常忙 所以他是透过物质,透过金钱 给予孩子回馈 可是这样的多余的一些物质性生活 不是来自于关系的弥补或陪伴 反而会造成孩子更多的伤害 因为他就会用物质来看待这世界 所以不要被内疚绑架 然后第二个,不要把你的孩子当成宇宙中心 因为当你过多赞美 过多的关怀,过多的专注 好,虽然能够使孩子强大 可是也会使他的优越感过剩 渐渐的他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都是用比较心态 因为他总是觉得自己最厉害 然后第三个,不要谁恐惧起舞 我们都知道很多人的第一个孩子叫做赵书养 也因此会关心孩子过多 孩子出现任何疹子 或者温度高了一点点 并没有发烧 就会有很多恐慌 可是当你过多恐慌 其实也会影响到孩子的心情 第四个,不要让你的孩子 骑到你的头上来 有些时候还是要教会孩子尊重 有些时候还是可以当孩子的朋友 可是如果当孩子骑到你头上来 那么有时候规矩就没有了 那第五个呢 不要要求完美 好,我们都希望孩子能够在每一科都考到100分 顶呱呱 可父母本身能够完成这么完美的分数吗 如果你没办法 就不要要求你的孩子 或者你本身可以 可是你也不要用你的标准去要求你的孩子 因为反而会使孩子有更多不自在的压力 甚至没把他表现出 他真正的特质 然后延伸 不要让你的孩子规避责任 很多时候孩子赖在你身上 希望你能够帮他多做一点事情 可是这些多做反而使他没办法养成这些能力 好,所以这是今天关于这本书 要跟大家分享的其中六个 而另外七个呢 有待你自己去挖掘了解他 或许这另外七根强心针 目前正是你需要的 好,接着介绍第二本书 好,第二本书的书名叫做《乌合之众》 好,他的作者呢是古斯塔夫·勒庞 这本书出版在一百多年前 法国大革命之后没多久时间 好,这本书主要谈什么 这本书是非常有名的 谈群众心理学的启蒙之书 我们都知道其实人在一起总会有很多鬼点子 总能够让事情 有群众力量达成成效 可是勒庞却在法国大革命期间 发现群众反而聚在一起是愚昧的 我们都知道现在网络科技的影响 很多时候我们会透过网络搜寻去找资料 透过维基百科 或者透过有一些很厉害的人 会整理很多资料 我们总是会觉得群众有群众的智慧 可是在勒庞的角度里面 当人实际聚在一起的时候 反而成为愚昧 为什么呢 他说其实当人聚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内心的情绪荷蒙就会被带动 无论你的智力有多高 你的学历有多高 人都会在这样环境中被情绪带动 你的本能 你的原本的理性都因此会被淹没 所以这时候国族主义 情绪主义就会充斥在原本你的理性思维上面 这很多时候反而会因为情绪感染 只剩下宗教狂热的灵魂 所以作者提到说 如果你在一个环境当中发现这个环境的人们 总是过分的狂躁 甚至他们会找到一个领袖 这领袖说什么 大家都听他的话的时候 好那么你就要小心 这个组织和这团体可能正现在的什么 现在的群众愚昧当中 乌合之众当中 而你当中如果你还是依旧在这环境当中没有跳离 那么久而久之你也会被影响 进而你自己就会慢慢认同他们 好所以这第二本与你分享的书 所以他副标题写说 激情 悲理性 领袖崇拜 盲目群体的心理陷阱 所以不要掉进这陷阱 就是远离试探 远离祸 不要认为自己能够胜过 因为举一个例子 就像大家搭捷运 你的手不踢是站右边还左边呢 我相信大家都站右边 左边会让大家走 可是其实左边也可以站 可是我们却会因为群众认同 而没办法站在左边 去忍受别人的能言能语 所以这就是社会群体的力量 不要抵抗他 离开他 或者用理性的观察 去看待说事情 你会发现有些事 你能够更聪明的去看待 好那接下来介绍第三本书 好第三本书呢 书名叫做女人的计划 好这本书的作者很漂亮 很帅 留了一头白发 他本身生命经历非常多的挫折 我们介绍他的名字 他叫做梅伊马斯克 有没有觉得他名字好像有点耳熟 好因为他本身是伊隆马斯克之母 我们都知道被称为现代钢铁人 他发明了非常多包括火箭 或包括现在看到的特斯拉电动车等等 他的母亲为什么能够有这样的特质呢 好并不是他母亲特别有能耐 而是他母亲在低潮中依然勇敢站起来 因此养出他儿女都有这样的性格 他母亲曾经经历过家暴 经历过很大量的挫折 经历过贫穷 可是他依然勇敢去冒险 依然撑起的家庭 依然去面对生命中所有的一切挑战 所以我简单介绍一下 他的母亲的特质 好他母亲叫梅伊 他童年充满了冒险的色彩 他从小呢 他父母就是探险家 在沙漠探险 要去寻找失落的城市 有没有感觉好像是漫画 或小说的情节 可是这却在梅伊的小时候 他们常常体验到 他15岁呢 甚至有机会就登台走秀 成为了model 21岁 成为营养师 开始营养师的生涯 22岁 他说自己糊里糊涂的 走进了婚姻 可到31岁 他拒绝再次被家暴 家暴再家暴 他带了三个孩子 离开了家 离婚之后 成为单亲妈妈 他是一个人 一个弱女子 要养活三个儿女 通常有些人 就会在这时候 自怨自爱 因此放弃 可是我相信他 还同时期的 那个冒险精神 和那个生活情境 使他在这样的困境当中 依然不放弃 他在这过程当中 他去考取什么 考取营养师执照 同时兼五份工 还去念硕士 然后发现 哇 为了养儿女 五份工 念硕士 还去考营养师 这都是很大的挑战 可是他依然勇敢去面对 而后他考到 营养师执照之后 开始开创 他自己本身的 营养咨询事业 然后当然 广告代言 或model走秀 依然是 他的副业之一 他本身在model界呢 走秀走了 五十年之久 营养师也高达 四十五年 前后在许多国家 都展露他的特质 成为许多人的 支持和帮助 然后当然他现在 也成为一个 非常知名的网红 透过这本书 我们可以看到 营养本身 他人生的冒险 人生的自传 从当中 看到他的美丽 看到他成功 看到他家庭 以及看到他的选择 而他性格 也遗传给他的孩子们 所以在书中 有他自己 个人的成长照片 然后非常厉害 以及他带孩子 一起成长的照片 我们这边可以看到 那个 他的儿子 非常现在 矽骨钢铁人 伊隆马斯克 对 他的孩子 他的女儿 现在 全家的全家福 所以带大三个儿子 而三个孩子 都拥有很高的成就 甚至引发许多人 热潮讨论 所以啊 我们透过这本书 不是要你勇敢像他一样 而是理解到 即使在低潮 依然可以不放弃 只要不至于此 你都还有翻身的机会 只要你愿意去挑战 所以我们今天 透过这三本书 希望给你不同的启发 第一本是 告别玻璃心的家长 强心真 而第二本呢 刚刚谈的是 乌合之种 然后第三本 刚刚谈的是 女人的计划 所以希望这三本书 对你而言 带来新的启发 带来新的帮助 然后不知道你喜欢哪本书 也欢迎你可以在下面 跟我们一起聊聊 跟我们一起交流 透过我们十分阅读人 阅读十分钟 帮助你跨界阅读 粗类旁通 也希望这样粗类旁通 能够开展你的思维 让你看得更远